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C車林佩健展的盛惠 每年來到現場我都會來拜訪一個老朋友的歌舞 就是KYB的勇情事業 看看他們今年展覽有什麼新品資訊呢 哈囉 好久不見 對啊我每次來EMPA都要來逛你們攤位 我剛剛看一下你們攤位其實有一些我們以前測試過 你們的主推商品包含像是New SR 你們現在也有運動版強化 然後還有Stra Plus Sport 然後還有這個XLG等等 對我想到一件事 我最近在路上接連看到好幾台計程車 它的包桿都貼了一個像你們的廣告 它寫說KYB汽車底盤領導者 你們最近是有一些新產品嗎 是的我們現在KYB有先引進了 KYB的一個底盤件 有分別進來有四種零件 就是這些東西 對我們也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KYB我們有進來的就是 雙相機的一個動感 OK 然後有利壓槍 利壓槍 然後還有方向機的拉桿有上頭 然後還有球接頭 這個都是日本原廠的一個設計 而且KYB的底盤件 通過JASO SAE以及AASTM多項認證 以原廠OEM相較 在強度耐用及舒適度還有安全性 提供台灣消費者最only one的懸吊解決方案 在一線品牌裡面有避震器 又有底盤件的 那只有我們KYB 滿特別的 所以你的意思說 消費者以後換了你們的避震器 其實同步可以把底產的不比一次檢查到位 一條龍的服務 對 聽起來還滿不賴的 對而且可以讓整個客人 針對這個底盤的一個避震器 還有這個配件一次性的解決 然後可以有更好的一個品質的安貴 滿讚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邀請我們日本KYB這一個代表 請他來說明一下我們這個底盤件的一個開發原油 好 好我們高興邀請到了KYB日本的產品擔當來告訴我們 KYB他們底盤相關部品的產品的開發原油 KYBの代表の斉藤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々KYBは台湾のマーケットに根付いて60年となりました ここ台湾ではKYB英科機械がKYBにとっての初めての海外拠点であり 私たちは台湾消費者の意見に耳を傾け寄り添い いくつかの問題を常に解決しながら 壮大利店の四賃と共に良好な協力関係を築いてまいりました 台湾の市場では最近ショックアブソーバーを交換する際 ステアリングサスペンションも高品質なものに取り替えていきたいと 多くのお客様から要望を受けております この要望に対してKYBもお客様に真摯な意見として取り入れ KYBはサスペンションスペシャリストとして 自動車の足回りを受けるワンストップサプライヤーを実現していくこととなります KYBはすでに欧州、米州、アセアン、アジアで販売を開始しているステアリングサスペンションについて KYBの製品カテゴリーに追加し ここ台湾においても正式にステアリングサスペンションを販売していくこととなりました 好 我們聽完了サイトウさん 幫我們介紹完了KYB底盤件的產品開發原由之後 我覺得我們絕對不能光說不戀 所以我決定要來挑戰一下 我決定要找一台有點年紀的老車 底盤可能已經有一點老化中展 把這些部品全部再換上去 看看這些底盤零件的性能效果到底怎麼樣 好 我今天特別跟朋友借了這一台2009年的Camry 它的里程速已經跑了25萬公里 那我剛剛開來路上 其實感覺它在底盤的部分已經有一點鬆散 咳咳咳咳的感覺 而且在方向盤轉起來感覺也沒有像新車那麼的精準 有點鬆鬆糊糊的還帶了一點異音 那我今天特別來到這邊是新店的歐特斯來找我們的老朋友 邱店長 你好 秦達你好 好久不見 今天又來麻煩你 有什麼問題呢 這台是朋友的Camry 那09年的 10多年的老車 我剛剛開來就覺得底盤有點鬆散 今天麻煩你幫我們好好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翻修檢查一下 沒問題 等一下頂起來幫你好好檢查一下 好 麻煩你 好 不客氣 好 那我們現在檢查就是屬於 我剛剛講轉向有點鬆鬆的 對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鏡子 咬師傅在咬這個輪胎左右咬外部 就會看得出來和上頭有點老化 基本上這個就是用久了會有一個間隙 所以說你轉向或路不平的時候 有可能會聽到咕咕咕的聲音 就跟丘頭有關係 等一下車子放下來 放低一點的時候 輪胎拆下來 再幫你檢查離子串還有避震器 有哪些問題 那像剛剛講那個方向機的外拉桿的話 外拉桿 要怎麼判別 怎麼判別 基本上我們會先看這邊來 和上頭這邊已經有間隙了 正常是咬死的不動 正常是不會動的 了解 店長現在幫我們檢查的是避震器 有什麼異常的現象 剛才頂起來再檢查一次啊 你的避震器啊 黃塵套已經破掉了 破掉了 欸 饅頭好像還在上面 饅頭基本上還可以用啦 所以可以再沿用 還可以沿用 OK 基本上黃塵套破掉就是 原廠的避震器阻尼比較衰退了 黃塵套長期會壓到最底 打到彈簧盤 打到爛掉了 再來剛才檢查的話 也要檢查到離子串 離子串的部分啊 它的黃塵套已經破掉了 破掉了 對 這邊有沒有 OK 這邊 等一下我拆下來讓你再看一下會比較清楚 好 剛才我們還有檢查到那個外拉桿的部分 那這邊已經有滲油了 裡面油可能可能黃塵套也破掉了 比較鬆散 對著磨損就老化了 沒錯 剛才 搖的時候有間隙嘛 現在再確定一次的時候 它黃塵套稍微有破裂 對這些油都已經跑出來了 好那我們這次就把它都換成KYB的原廠底盤布品 把它換掉 沒問題 好我們趁著歐特式技師在換裝的過程中來看一下 等一下這台Camry所要換裝的相關的布品都呈列在這邊 從懸吊部分基本上我們會把簡陣筒換成KYB的XLG的部分 當然還有外部的防塵套 然後這次的重點的部分在於KYB的底盤的這個拉桿件 以及球頭部分 從他們產品的外觀可以看得出來都是帶一些黑色的磷酸鹽的處理 主要的訴求就是讓它有一個更好的防鏽的耐久的效果 然後在球頭的部分我們從它這個demo的展示的布品中 可以看到它針對球頭特別的打磨的拋光 讓它金屬轉向的磨耗的磨損降到最低 然後在軸層的部分 襯套部分也採用的是巨甲拳的材質 那相較於一般傳統的金屬 那巨甲拳會讓它的舒適性以及耐用度上 取得一個更好的Balance 那介於球頭跟這個軸層中間的潤滑的介質 的油質部分 KYB也非常講究 他們用的是專業的潤滑質 讓它在這個保養上更輕鬆 然後也有更好的耐用度表現 那綜合以上這幾項訴求的重點之外 讓KYB的這些底盤件 我們在KYB的訪談中也知道 他們通過了各國的底盤類的產品的檢測認證 那相較於其他品牌的一些同類型的產品 也有更好的性能表現 我看技師的手腳還滿俐落 應該換得差不多 等一下就跟我一起去上路試車感受一下 現在實際上路開了一段路 我覺得最有感的部分應該算是方向盤 變得更紮實明確 不像剛剛轉起來會有一些鬆鬆的 間隙的感覺 而且在晶晶坑洞路面 整個減震筒的吸震的效果 都有更紮實的一個作動 所以整個行路的質感 甚至噪音震動都變得減少更好 更舒服了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些底盤的部件 就是來自KYB這個汽車領導品牌 過去大家對他們的第一印象 當然就是避震器 甚至很多日系又歐系的原廠 車上的避震器就是來自KYB所代工生產 那今天我們最重要的全新的體驗 就是在這些周邊的底盤部件 包含拉桿、合上頭、離載串等等的 也都是可以提供消費者一次性的 幫你的愛車做保養升級 當你發現底盤要換檢陣筒 選掉的時候也把周邊一併做檢查 我相信把所有的零件一次換新翻修之後 就會有像今天我們開過截然不同的一個感受 而且在價格的部分也跟大家分享 相較於原廠的套件價格 KYB的產品在價格上也更有競爭力 那同時在這一次KYB導入我們台灣市場 相關的底盤的球頭、拉桿件的同時 針對對應車款的部分 不論是主流的日系、歐系的熱門 甚至國產車款都已經陸陸續續 導入台灣上市 也就是下次你要幫愛車整心 檢查底盤的時候 別忘了可以考慮KYB的底盤不平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次在台北EMPA KYB的攤位專訪 以及這一次老車的改裝實戰的完整體驗分享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